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贼 虽然算是创业阶段 但我绝对不会忘记 我来的街头 并且永远属于别人 一个明天提在一位精卫中心 还到过重庆 西安 东京 深圳 香港 阿尔多斯 迪拜特地拍摄《华人一天生活》 从早到晚 一日三餐 你会发现不论人层次高低 富有于否 生活中真正的快乐仍来对于那些生活点滴 柴米油盐 而且人的梦想是无限延续的 没有人因为成功而停下脚步 更没有人因为失败而放弃拼搏 七六岁的老人可以自驾改装车 环游世界 感染二年的艾滋病毒携带者可以到处演讲 传达正能量 而正是青春时的我们 也有什么可以阻挡你难以入眠时那躁动的梦 这是我的公司 然后外面是一个排行厅 一般有时间和我的队友在这里 特效者之类的 然后这样东宫区 干嘛呢 我来了 我来了 没什么用 我来说 像我这公司做的都是一些我选的事情 我有自己的服装品牌 像这件是Gantt的风格 这是Kate's Fad 然后这是一些藤卖 还有个隐藏的销售枪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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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nowtry thinkingabout That man Zugby Let's do some real share right 感谢观看 客观现实 在这只有被忽视的份 刚来北京是房租三百个交不起 没地铁就等着天亮再回家 曾经在阿姆斯特丹三天 我只花了十块钱 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活过来的 但是就是我 是舞蹈让我明白 自由生活的根本 没有什么能大过于 他带过的满足 我跳舞十年 我很感谢舞蹈 每当动得和节奏气合适 我都会有一种 与自己沟通的感觉 那一刻是幸福的 不一定在这个年代 你很难做到不压抑 现在就和一个制片人谈个事 是我后年的一个项目 我的第一部电影 讲的是同性与同气的故事 也去了一些电影节 打我浆油 回来后我更坚定了表达这条路 于是我就写了第二句 我用了一年时间去找投资人 其他剧本改了二十几次 结果不出意料 以十八二告终 其实我知道我并没有值得 别人相信的资本 尤其在这个年龄 这个阶段 这个经验上 虽然知道这些 但我还是感觉到非常失落 那天晚上我走进地铁 在地铁里反而感到一丝温情 很奇怪 但也很简单 因为地铁里人多 有人在笑 有人在祈祷 但人们脸上都写满了疲惫 我开始琢磨 他们在这一天里究竟都经历了什么 他们回家之后会不露出笑脸 他们家里也许有只很可爱的小狗 也许有爱人也准备好晚餐 也许什么都没有 Fuck it Fuck it的情 Fuck it的梦想 现在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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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ck 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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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Roger It's so hot it is Fuck it Fuck my new god All right it's very bright No sleep just the grey style and everything's beautiful know what I mean but it also fit of people You can take it Thanks Okay good you turn this to me by email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表达的路 于是我拿起相机 走进寻常百姓家 自己拍摄录音导演剪辑 这是客观记录其当下真正的生活 一百个人最令我动容的 并不是他的艰苦奋斗 更不是纸醉金迷 而他吃的那一碗泡面 或者那一顿佳宴 其实一个人一天 背后也挺有趣的故事 在去年大概十月左右 我一般习惯马上剪片 我先剪到凌晨四里 然后就突然间觉得自己心慌 然后呼吸不畅 那是我第一次有一种 冰死的愿 反正可害怕了 我觉得应该去医院 或者拿一手机 现在120 因为连手机那个瓶 怎么划我也划不开 比如说就能跑 跑一下 路上有一些黑车 说那带我去医院吗 就五百米外 到向医院吧 就快死了 没人理由 可能他们觉得我无病呻吟 我觉得这也挺正常的 但是最可笑的是到了医院 之后我做检查者就感觉就好 他就 之后也没想 但是又过了几天嘛 我跟学校刚上场的时候 就突然间走走着 啪 就倒地上了 那次真的是挺严重的 就是给我 给前面的人都都下个枪 就冬不了也没人敢碰我 然后那保安带着轮椅过来推我起来 因为他们不想我再找你们出事嘛 怎么也起不来 因为感觉躺着 稍微弯一点腰感觉的氧气就不扣 反正挺可怕的 后来机车出来了 所以我刚刚还担架上 当我躺在担架上 就是 就是 就是从 从那个 室内 出来 当我看到蓝天 白云的那一刻都哭了 哼 真的吗 我觉得那是我这辈子留下的最自然的眼睛 因为我自己不知道自己什么病 就真的感觉自己快死了 后来那个造医院 都给人 哈 更低血 把他上了 但是还是过了半天吧 就好了 出样了 但是 就开始害怕了 就天天害怕 天天不敢出门 不敢见人 不敢坐车 不敢坐地铁 就恐怕自己啪就倒在了 家里也极够像 带我去各种医院检查 就查过来 但是那时候我还在监视检票 只要我状态一好 就才在监视检票 就每周二 监视封信 后来有一个医生说 你看去看看心理科 但我就笑了 笑了 那就去呗 去了医生说我什么焦虑症 说我每次那种反应属于什么 什么什么焦虑症引发什么躯体症都好 但那时候心里踏下 大家至少觉得自己不是什么 什么要命的绝症什么的 反正那段经历持续的都有三四个月 反正挺难忘的 但是现在好了 现在好了 基本上它好了 我感觉它会有轻微的手麻晕 然后现在跳上自己的心态 要恋恋我 反正这的人活着真的 心态好 很重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年 一百七 虽然很不想说 但是一定一天结束了 我也完成了影像版的中国现实民生百科权术的目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说让我幻想一个完美的一天 我希望是每天七八天起床 喝一杯牛奶 吃一个煎蛋 然后发呆 真正的发呆 充满爱的去投入工作 回家时能亲吻我的爱人 看电视 但不看新闻品的 睡前在上一个没有作用的闹钟 让这么憧憬 一直都在 这回必要的憧憬 变成明天 我当然找到稳定了 zast record 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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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么一遍 是谁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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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同学的 如果第2位 我愿意 是谁 警察 你 是谁 我歌